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的活動呢 大家應該都在這個官網上已經有看到 然後其中有一個活動就是 跟大腳馬優相關的 那我們直接從任務這邊來看 我剛剛其實已經把它先過了 只要你是60級以上的角色 然後在任何地方 只要擊殺800隻怪物 你就可以拿到這張 韓庫之地的移動卷種 就可以進去到這個韓庫之地裡面去打 大腳馬優 或者是打裡面的一些小怪 那不管 我們今天先講一下如何來打這個800隻怪 800隻怪很多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趕快去把這個任務解掉的話 不要浪費時間的話 第一個 第一個你可以用副本 這邊試煉副本裡面 這邊有一個起始回生素的這一關 它裡面要打200隻怪嘛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你就已經先打了200隻的怪起來了 那第二個 就是要打弱的怪 就是 你可以越快把這個怪物打死越好的地方 你去找那個地方 那哪邊呢 其實很多啦 有些人會去這個綠洲 綠洲附近 這邊附近怪很多 然後也不強 那這個看大家等級 那有人會去移動裡面打 譬如說去移動的二三樓 那邊就已經有很多的怪了 或者是去這個枯燥的荒野 這邊也是一個怪蠻多的地方 那如果說要沒有人的話 你來 銀騎士的村莊 修煉洞穴往北走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大堆這個 這個 弱化的這個怪 也是可以打 這個地方 人真的是很少 那 如果是 除了這個雅丁大陸之外 說話知道 我也覺得有些不錯的地方 第一個是北島 這邊大家都知道 這邊是狼人區 狼人來肯區 可是這裡人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個人是建議跑到這邊來 這個地方 直接順移給大家看 這個地方 現在怪變少了 這個地方繞一下 其實有很多的鬼魂 這邊 很多的鬼魂 而且生怪的速度還算快 這邊很快就可以 把這個累積起來了 這個地方 說話之島的 蜘蛛森林 地圖零八 地圖零八 這樣子 這樣子 很快就可以打到這個八百隻怪了 好 然後 現在我們既然解完了這個任務 我們就來 兌換獎勵 好 先回去一下 這個任務啊 這個任務 基本上不難 可是 要注意一下 因為裡面有大甲麻油 那也不用怕啦 但也不用怕啦 好 現在我們這邊有一張這個地圖 我們就瞬移進去 可以看到 這邊有這個怪物 我們就射吧 這隻就是大甲麻油 然後它會隨機出現 殘酷的大甲麻油 一直用它這個魔法打我 是不會痛的 我們走近一點給大家看 它是不會痛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慢慢慢慢射它 它沒有時間限制 這裡面沒有時間限制 然後 待會打完這個大甲麻油 就等於 我會解掉這個 這個任務 就可以拿到30個 冰枝結晶 大甲麻油 它只是血厚一點而已 它只是血厚一點 基本上不難 殘酷的大甲麻油 它是 機率出現的 它不是 百分之百出現 所以有可能 你把大甲麻油 打完之後 就 任務結束 這隻怪物真的還蠻硬的 耗掉很多的 時間在打它 大家千萬不要 不小心按到紅酒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邊掉了很多的東西 魔力回復藥水 娃娃製作硬幣 一堆製作硬幣 我來把它撿一下 然後這邊有冰枝結晶 也是有 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看這個列表 冰枝結晶有 冰玉碧也有 綠水啊 冰枝結晶 這邊原本把它打完 就已經會掉冰枝結晶了 然後再加上 完成了任務 冰枝結晶在這裡 OK 撿完了 我們總共撿到了 31個冰枝結晶 然後 還有一些 名譽硬幣 娃娃硬幣 變成硬幣 都有 然後強綠 普通綠水 還有什麼 強力治癒藥水 就沉水 還有魔力回復藥 藥水 好 那我們來看 這邊 這個任務解掉了 又可以拿到30個 冰枝結晶 好 那這個任務 這樣子就解完了 它的地圖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小地圖 它的地圖就這樣子而已 等於進來就是打這隻怪 打一打就沒 好 所以 記得帶回捲 沒帶回捲的話 就 重新登陸就好了 它會回到歐瑞村 你重新登陸之後就會回到歐瑞村 這是 設定上的 原本就是這樣設定的 然後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商人 我找一下 大家有嗎 有 我們去齊岩好了 齊岩比較好找 齊岩這裡有一個 剉冰箱的 剉冰箱的 你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 用 用這個 冰枝結晶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有61個 冰枝結晶 你就可以用冰枝結晶 來換這些東西 那 它的這個 簡單來介紹 它總共是有三種料理 三種這個 這個叫什麼 能力的料理 智慧、力量跟 敏捷 然後 它持續時間 你可以看一下都是30分鐘 然後 都可以加這些能力 我覺得非常好 很值得買 應該說很值得買 而且它很便宜 雖然說它有限制 每天就買5個 5個其實就是10個 因為一天可以買5個 你看 你總共買了10個 2乘以5 然後你花10個 10個冰枝結晶 就可以買到這些 那當然 我現在沒有要買 我現在沒打算要去買它 大家可以自己去 去這個 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需要 那除了這個活動 就是除了任務 會送 冰枝結晶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時候 會送冰枝結晶 就是每天的 來看一下喔 8月18 跟19號兩天 18、19號 記住喔 每天這兩天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的8點 晚上8點 都會送 80個 各80個 所以你禮拜六禮拜天 晚上8點 有上限的話 總共可以拿到160個 160個 冰枝結晶 然後 冰枝結晶的任務 活動 還沒結束 我們從製作系統裡面 這裡有一個限定 你可以看喔 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我剛剛不花冰枝結晶的原因 是因為 它有這個 限定製作的這個活動 你可以看一下 它分成週一到週日 它沒有照順序啊 一、二、三、四、五、六、日 分成週一到五日 可以來買這個 冰枝結晶香 那再注意一點是 它是每天喔 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這個限定有沒有 像今天是禮拜三嘛 我們就點禮拜三的 它有限定期間是 十二點 到二十二點 八月十五號 像今天 我就得點這個嘛 八月十五號的十二點到二十二點 這段時間 才可以來製作 那 我們現在也可以製作啦 但是 不行耶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是有 怎麼講 它有限制的 它每個伺服器它有限制 一百五十個 然後 每個帳號它可以製作一次 欸不對啦 因為 時間還沒到啦 跟著我 時間還沒到 現在要十二點才可以製作 也就是 一個多小時之後 才可以製作 那每個伺服器它只能製作一百五十個 所以到時候是要用搶的 先搶先贏 然後每個帳號每天只能做一次 我再重複一次喔 這個它每天只能製作一百五十個 每個伺服器只能製作一百五十個 先搶先贏 製作完了 其他人就沒有辦法再製作了 所以 你一定要在十二點 中午十二點 每天喔 每天中午十二點的這個時間 它雖然時間很長 可是你不用管它 一定搶不到 十二點這個時間一定會被秒殺 所以十二點的時候 你就趕快來搶著製作 那這個 詳細的這個步驟啊 到時候 我自己來試試看 大家可以玩玩看喔 十二點 快到十二點的時候 你就先上來盤 它這個按鈕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需不需要這樣子重整畫面 還是要這樣子切換夜遷之後 再點進來呢 這個不確定 那到時候大家自己來試試看 總之啊 你就可以換到這個 冰之結晶箱 那這個箱子裡面 它可以開到的東西 就 非常非常好 我來看一下官網 這邊 這邊 給的好了 那再提醒一點是 製作的話 有機率會 失敗 然後製作費用是 二十萬金幣 那如果失敗的話 製作失敗的話 會 會還你四萬金幣 就是 五分之一啊 會還你五分之一 然後 如果你打到 開到這個冰之結晶箱啊 平日的話 平日的話 可以拿 比較好的可以拿到什麼 封印的西油武器製作卷軸 就三種藍布啦 封印的 飾品藍布 武器藍布 跟仿具藍布 然後也可以拿到西油變身卡箱 這個都是機率獲得其中一樣 然後也有冰之武器箱 英雄便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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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你體驗紅便啊 那個 應該是 裡面最沒有價值的 那也可以拿到 有機率拿到 駐防駐武 或者是鴻防鴻武 那這個是平日喔 一到五 那如果是禮拜六的話呢 禮拜六會追加一個 惡魔王武器箱 惡魔王武器箱 那這個裡面 惡魔王武器箱就是 顧名思義 它可以開到 各職業對應的 惡魔王武器 它可以開到 惡魔王武器 但是這個你要注意的是 它只有禮拜六禮拜天 才有機會開到這個東西 禮拜六禮拜天 這兩個禮拜六禮拜天的 冰之結晶箱 才有機會開到 惡魔王武器箱 那如果是平日的話呢 你只有機率開到 冰之武器箱 冰之武器箱 它是 也是一職業分配 然後 分配是直接給藍莊 譬如說 法師的話 就給底葬 或者是魔短 那如果是騎士的話 騎士王族的話 就給雷雨 或者是水短 那黑妖的話 就給什麼 破壞雙刀 破壞鋼爪 那妖精就是 誓 試繩者 或者是底弓 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每天限量 150個 每個伺服器 所以大家自己想辦法 想辦法來強強強強強強 OK 那這個活動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剛才有講到那個變身卡箱 英雄變身卡箱 那 我們看一下 如果騎士的話 當然就是變成白金騎士 法師 變白金法師 總之 都是變白 都是變白金的系列 就對了 那 要更正 那是稀有變身卡箱 才是變 才是給你白金的那個變身卡 還不錯 如果是稀有變身卡的話 直接給白金的卡 還不錯 那英雄變卷的話呢 就是除了妖精之外 其他 妖精是變成警衛弓 那其他近戰的 都是警衛矛 包括法師也是警衛矛 好 以上是這一次活動的介紹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